台北市跟大巴黎的电影委员会 今天正式签约结盟 未来将开放两地的影视人才 享有拍摄场地以及设备上的优惠 也能够相互协助对方在国际舞台做宣传 红色的气球缓缓飘过巴黎的天空与街道 导演侯孝贤2008年的作品《红气球》 不仅全程在法国巴黎拍摄 用的演员也都是法国人 而蔡明亮导演指导的电影《脸》 受到世界艺术殿堂罗布公邀请 同样远赴法国取景拍摄 像这样台湾与法国的影视合作 未来将更加密切 筹备近两年台北市和大巴黎的电影委员会 依靠正式签约 在电影人才制片以及文化交流上 成为合作伙伴 而台北市也是大巴黎第一个亚洲结盟的城市 大巴黎电影委员会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电影协会 未来两个城市不仅能相互为双方 在国际舞台上做电影宣传的行销 在制片上影视人才也能够在两个城市 享有拍摄场地和设备的优惠 透过单一的服务窗口 就可以连接到各产业的各需要的 所需人才或是器材 过去国内制片人员想到国外拍摄 最常面临经费昂贵以及沟通不易的问题 现在透过国际间的电影平台 国内导演认为将更有力国片的推展 台北市与大巴黎电影委员会 第一次的合作将以电影行销为主 之后朝3D动画和环保拍片计划 共同行动 透过多元交流 希望提升国片的能见度与市场 记得超龄秋福财台报道